嘿,我是阿图,一个只要有时间就会超详细回复消息的教育博主 我给Follower回复的消息,有的时候长这样,有的时候长这样,还有的时候长这样 随着越来越多的Follower关注外地老师阿图频道 我每天收到的消息比以前多了好几倍 感谢各位的信任和支持,每一条消息我都会看 有给我意见和建议的,有给我鼓励和感谢的,有倾诉烦恼的 虽然想做的内容和想要回复的消息很多,但我不是全职博主 平时除了在学校教书,而会做一些中英翻译,摄影助理等等业余的工作 这些不务正业的经历和一些我平时看的杂七杂八的书籍,给我带来了天板行空的想法 也在内容创作方面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如果我没有及时回复你的消息,真的很抱歉,我会不定期在视频中回复大家 如果不是很私人的问题,借以各位在相关的视频或者天文底下给我留言 清理缓存的时候,私信内容会被自动删除,只要不是违反平台的相关条例 留言内容会被永久保存,我平时翻看消息也会更加方便一些 这期视频主要答复自主学习个人成长相关的留言和私信内容 阿图的每一期视频都没有标准答案,只是跟大家聊一聊我的想法和底层逻辑 视频的文字版会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外地老师阿图 坚持看完今天这期视频解锁今日份的成长吧 第一,什么专业最好 一个多月前,什么专业最好这期视频 连续两三周被bilibili推荐到首页 目前为止有5.2万播放料 大多数新关注我的朋友都是通过这期视频认识我的 视频里我阐述如何从经济学和心理学角度思考问题 如何训练自己的逻辑思维 并且用内容创作者和目标受众的关系 热门专业心思低压力大的两个例子来阐述我的观点 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很多观众留言或者私信说 最喜欢经济学和心理学两个学科 自己正打算转专业或者转红 梦想再丰满也要先填饱肚子 医学、法学是最好的专业 也有说我标题打 根本没有回答什么是最好的专业这个问题 世界上确实没有最好的专业 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专业 世界上也没有永远认门不被淘汰的行业 只有可以让自己不断成仗 转行的时候可以让自己迅速适应其他职业的行业 我并不认同机场碌碌追寻梦想的做法 也从来不会看不起工作稳定收入低的职业 我做门期视频的初衷是 建议大家跳出富有思维 时常环顾自己熟悉的环境以外的世界 引用以往经验 套用所谓的成功无反的这情人 正在以不同形式为这个时代所淘汰 做着本职工作的你 是每天盼着假期和工资 还是会额外付费学习 每天在不同平台上打卡学习的你 是期待点赞数和评论量 还是每天真的有学到三年以内都不会过时的知识 每天抱怨世界不公 瞧不起拍马屁的你 等着领导发配任务 还是每次领导任务先思考 为什么要做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的价值 以及做完这个任务以后的后续工作是什么 在做好本职工作以外 有没有可能再花时间提升自己 留言告诉我吧 2.会不会一直教中文 对工作的满意度 经常说到有关薪水工作强度 证数含金量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任何工作都有身体和心理上的压力 每一份薪资其实就是将个人能力和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工作质量量化成金钱 我现在的薪资水平和我的个人能力和工作效率是相对平衡的 如果哪天我的薪资远低于我本该拥有的价值 我当然会毫无有意的转行 新环境适应能力 新媒体工作经验 带给我的资源和价值 让我有足够的信息 快速转行 证书本身没有含金量 最多就是一张或者一本质量还不错的纸 每个机构对证书的要求不同 证书闯不了天下 仍可以 3.考研还是工作 其实我一直都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的人一直在纠结 考研还是工作的问题 可能是我们的传统观念造成的 读书的时候两耳不闻冲爱事 高考的时候也顾着备考 拿到高分才有资格去选学校选专业 到选大学选专业的时候 其实还是一脸门 最后往往会选择八班那个年代觉得好的专业 上大学的时候盼着下课 盼着放假 盼着毕业 总算毕业了 不知道选择什么行业 那就考个研吧 结果考研难 竞争激烈 那就先工作以后再考研 工作不睡想转行 那要不要先考个研 拿个更高的文凭 说不定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万一考不上 工作也纳误了 怎么办呢 拿到了更高的文凭 发现读研的这两年 行业转型到 又变成了自己不适应的新环境 开始后悔浪费时间和金钱 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做的任何一个决定 看似follow your heart 但其实就是当下 无路可选的境遇下 选择一条看似还不错的路 未成年前爸妈给的决定 你可以推现说是自己当时正年轻 不懂事 毕业以后最的决定是因为社会贫富差距增大 行业竞争太激烈 我发现这类人群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在任何情况下问责 他们的本能反应就是 不 不是 没有 你这份论文重复了一点高 哦 没有老师 我这篇论文肯定没有抄袭 只是参考了几份差不多的文献资料 这份报表有些错误 不是老板 我做这个报表的时候都是按照财富给我的票据做的 老师可能只是想提醒你修改论文 老板可能只是想让你快点把报表成的错误改过来 结果你的这种否认性开头 反而让对方觉得你是在推卸责任 而且效率极其低下 回到考研还是工作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正视自己 选择考研或者工作 是为了逃避压力 还是无法承认自己的能力不足 没有办法适应当下的环境 做这个决定是因为我觉得 还是我需要 我觉得这样可以找更好的工作 我觉得这样含金量高 我觉得我可以看起来更牛 我需要这样提高生活质量 我需要这样给我带来更长久的利益 我需要了解更多专业知识 我读员的时候90%以上的同班同学 都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行业大了 新西大学某学院的讲师 20年工作经验的预科教师 中学校长 上识公司高层 他们是这样回答为什么读研这个问题的 学习最新造学理念 更了解学生 系统学习管理知识更了解员工 在我看来读研也不仅仅是学习知识 也是一个可以跟平时接触不到的 社会各阶层交流的一个机会 四 学习技巧与习惯 学会时间规划 反思这些规划 并且及时修正不合理的规划 很多同学会把一整天所有的事情都记录下来 而且还要标注具体的时间 甚至包括几点到几点刷牙洗脸 几点打扫卫生 几点去快递 如果在刷牙洗脸这个时阶段有没有让你去面试 不仅一整天的计划泡汤 还浪费了详细做计划的这段时间 写规划的时候只要写几个最重要的事情 除非约了时间 不然的话尽量不要把具体的时间标注在规划里 做计划的人很多 反思计划合理性和修正规划的人却很少 提前完成考试复习计划是去刷具还是调整计划 想见文理科复习方法 第五 成长类书籍的选择 从2018年3月到现在 我一直在用一个听书APP 蚂蚁丝书 包含成长、教育、经济、心理学、历史等内容 每一个类别包含相关的书籍和高质量的拆书内容 适合自己不会选书很难坚持和看懂书的人群 听书的这一年半 我从一个前途迷茫的应届毕业生 转变成勤于思考、心态平和目标明确的自媒体工作者 这不是一个推广 活跃在蚂蚁丝书的大咖都是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粉的自媒体 他们不会找我这个粉丝量都不过一万的想要 逼着五天每天十分钟 坚持至少三个月听书 你会看到自己的改变 提高学习注意力 每个人学习方式不同 我的个人建议是尽量不要听音乐 单独学习 不做学习无关的事情 比如录制延时视频 学习APP打卡 吃水果或者喝饮料 如果接下来还有学习任务 就不要做损耗经历的事情 比如说刷剧看综艺看课外书 卸载短视频案 长时间刷短视频 会削弱个人意志和专注力 长此以往 会不可逆的导致专注力不集中 学会做规划 学习FEEL比肚子饿不饿更重要 如果你正沉浸在学习中或者正在深度思考 在专注力消耗完之前 不要去管是不是到了用餐时间 专注力比吃饭更重要 这期的答案简单就到这里啦 你的提问上榜了吗 提问上榜的同学请私信 您的收信地址 阿图会发一份岳阳明信片 澳洲的快递出了名的不靠服 不定期发放的福利 不是过了两三个月送货上福 就是在图中丢件 收不收得到就全靠命啦 我是阿图 一个想跟你一起进步的中文老师 感谢收看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